With me I can try I'm proud that I can try 咦,你怎么只要一个翅膀呢? 咦,你怎么也只要一个翅膀呢? 哦,原来我们就是故障鸟 大家好,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故事是 故障鸟 好,一个关于爱的故事 有只小鸟从蛋黄里蹦出来了 它不知道自己和其他的鸟长得不一样 咱咚咚们指着它,朝着它,去只故障鸟的手 他才发现,我们自己只要一直吃饭 一直吃饭,是不是就在蛋黄里头呢? 故障鸟仔细地找到,但什么也没有找到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 哥哥们就就长大了,他们狼狐狐狸地指着胖胖的虫子 不但不可能给故障鸟吃,才嘲笑它 你只有一只翅膀,根本不会飞 而且,你不需要吃最好的虫子 可怜的故障鸟只好是剩下的幽稀幽瘦的小虫子 当哥哥们练习飞的时候,故障鸟会自己做了一只新的翅膀 但是,翅膀拍不动,又一直掉下来 他哭了,一滴眼泪滑到了嘴边 有一天,哥哥们转开翅膀,飞扬了 留下孤单的故障鸟 唉,没关系,我还有一双脚腕 我可以用脚走路 故障鸟在路上看见了许多没有翅膀的动物 但是,它们有的会游泳,有的会想滑滑 或者跑那么快 唉,我什么都不会 也许,也许我是这陈诗鸟 于是,它立刻出发,远离山林 当故障鸟走到城市时,已经晚上了 它的脚又窜又痛 草杂的城市,一切都在快速的一道 故障鸟感到狠害它 它避开喧嚷的人群,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想睡一觉 它吹起考树,用快乐的指示,让自己振作一下 它变到点出眼看来,转亮亮的好上身 它开一开四周,有一个黄色的嘴巴 童子向里冒出来 嗨,你好 你好 你为什么不出来让我看看你呢 我不想吓到你 你不会吓到我,我抱着 一只黄色的鸟出现了 它是故障鸟所看过 最美丽的一只鸟 我叫做故障鸟 你呢 我叫做胆像鸟 我姐姐说 我只有一只翅膀 会把大家都吓它 我也是只有一只翅膀 我哥哥说 我不能被取一只故障鸟 它们出相看了一眼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接着它们笑了 而且笑了停不下来 它们要说要笑 一只鸟到太阳蹲起来 骷髒鸟和白蝦鸟一起离开城市 回到了森林 它们开始工作 共同建造了一个特别的鸟窝 过着甜蜜的生活 骷髒鸟和白蝦鸟的结合 让它们拥有了一个强壮的赤达 更了不起的是 它们甚至带领着 它们的孩子一起学会了 飞飞飞 I can fly I'm proud that I can fly to show the best of mine the heaven in the sky 多么感人的结局啊 顾炸鸟和胆小鸟为了教会孩子们飞翔 而合力锻炼吃的 终于完成了不可能的飞行任务 顾炸鸟的故事告诉了我们 这个世界上最烦恼的地方就是需要你的鸟窝 而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关系就是鼻子需要 还有还有我提醒大家 身体故障是少 心故障可求麻烦呢 我们的故事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I can fly I'm proud that I can fly to give the best of mine the heaven in the sky I can fly